这是你入选国家队的第几个年头 这一年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作为一名老队员和新人时候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作为一名老队员和新人时候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今年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 今年还是追起能够再进步一些吧 比赛能够起到好评计